Gucci,Gucci 第三颗是一只黄色的小鸭,叫月光 第四颗复出的是一只全身蓝绿色的小怪鸭 嘴里还一边不停的发出GucciGucci的叫声 所以就叫做GucciGucci 鸭妈妈教小鸭们滑水,跳水和鸭子走路 GucciGucci总是学得最快最好 而且长得比其他小鸭更大更壮 不论长得怎么样,鸭妈妈都一样爱它们 有一天,狐狸冒出了三只长得很像GucciGucci的动物 三只鳄鱼猎嘴笑着 笑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们有一嘴大尖鸭 三只鳄鱼张开大嘴说 看,这里有一只笨鳄鱼 它在学美味可口的鸭子走路 GucciGucci大叫 我不是鳄鱼,我是鸭子 三只鳄鱼大笑说 你看看自己,没有羽毛 没有扁扁的嘴 很肥肥的大脚 你只有绿蓝绿蓝的皮肤 尖尖的大爪牙 锐利的牙齿 和那身坏鳄鱼的味道 就和我们一模一样 第一只坏鳄鱼说 蓝绿色的身体能够让你躲在水里 慢慢接近肥嫩的鸭群 不被发现 第二只坏鳄鱼说 尖尖的大爪子可以让你紧紧抓住肥鸭 不让它逃跑 第三只坏鳄鱼接着说 锐利的鸭齿可以让你撕破鲜嫩多汁的肥鸭 嗯,味道简直美极啦 三只鳄鱼好笑的说 我们知道你和一群美味可口的肥鸭住在一起 明天你就把它们带到桥上玩跳水 我们张大嘴在桥下等着 咕咕咕咕咕问 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鳄鱼 应该互相帮忙啊 说完 三只坏鳄鱼就消失在草丛里 难过的咕咕咕咕咕 独自来到湖边 我不是鸭子 而是一只坏鳄鱼 咕咕咕咕咕对着湖面 做了一个很凶的表情 这时候 湖面浮出了一个好笑的模样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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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跳下去的并不是鸭子 而是三块又硬又大的石头 三只坏鳄鱼张大嘴用力一咬 咔啦咔啦鸭子全碎了 三只坏鳄鱼痛的把腿就跑 一流烟全部都跑得不见踪影了 咕噱咕噱叫了所有的鸭子 大家高兴的举起咕噱咕噱围绕着湖边跳舞 咕噱咕噱成了鸭子心目中的大英雄 从此以后咕噱咕噱跟鸭妈妈 蜡笔斑马月光继续生活在一起 一天比一天更勇敢更强壮 成了一只快乐的鱷鸭鸭